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宁关 讲到健康 人的一生生老病死 那每一个今天 都是女余生当中 最年轻的一天 那每一个明天 其实都是老化的一天 老化的过程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身体里头 各种新陈代谢 血管的变化 三高的恶化 事实上是一个 不可逆的趋势 那到底身体里头 万一遇到各式各样 老化的症状 怎么样健康的来管理呢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们 一起来分享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了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 好朋友 宏祥医生 女朋友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是心脏专科的医生好朋友 林卫文医生 大家好 再是肝胆肠胃的专科医生好朋友 钱振宏医生 大家好 再是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 罗佩林医生 大家好 再是料理好朋友 安琪老师 大家好 再是料理好朋友 德全师傅 大家好 好 这个洪医师 我刚刚说 今天是余生最年轻的一天 那个明天后天 其实又老一天 又老两天了 可是人的老化过程 有几个东西 它确实是会有明显的差异 比如说身体的新陈代谢 比如说血液当中 很明显的比方说血压 血脂 血糖 那种三高的这个逐步性的恶化 这个几乎是一个长期 也是不可逆的趋势 但三高只要控制不好 事实上很有可能会让心肝脾肺肾的恶化速度更快 对没错 其实我们年纪当然是不能抵抗 但是你会发现抗老化事实上是可以做的 你会发现有些人80岁看起来像60岁 有些人60岁看起来像80岁 那我们当你走过我们内科 事实上就是一个老年医学科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人类的健康在40岁之后 就会像血崩般的一个往下掉 不管是我们眼睛就开始看不清楚 我们肌肉开始退化 骨关节开始疼痛 那很多很多都开始往下降 包括我们的肾功能也是往下掉 心脏功能 为什么会是一个40岁 其实应该跟我们40岁有一个东西老化 最息息相关 那叫代谢老化 我们到40岁之后 整个代谢的时候就会开始往下降 你年轻的时候吃个面包 吃个牛肉 其实代谢成满满的人量 可是到40岁之后 人量不多 但是代谢成一些废物 开始累积成一些血糖 血脂肪就开始累积 所以你要逆转你的年纪 其实要控制的就是代谢一定要年轻 那我就举一个非常标准的案例 那有一个45岁的上班族 他体重大概90公斤 那他为什么来找我 其实他就说他觉得他每一年都有做体检 他这三年来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 他说他之前在三年前他才75公斤 他等于说每一年胖了5公斤 然后随着他体重上升 他的血压就开始上升 血脂肪开始上升 他会来找我是他的有一个叫肾功能 有一个指数叫肾丝球过滤率 之前90分 那突然每一年很规律掉10分 80分 其实到找我的时候63分 63分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等于是60岁的老肾脏 他命运才 他为什么最近肾功能掉那么快 因为他体重变胖了15公斤 他的三高全部都跑出来 我说这个也不是说不能治疗 可以治疗 你要逆转你的代谢 代谢大概就一个叫做饮食 一个就运动 这两个做好 那饮食就叫他精致淀粉 什么高油炸食物 那个不要吃 开始成一些粗糙的淀粉 吃好的油脂 鱼油肝染油苦茶 有膳食纤维多吃一些 然后每七天要五天 3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你要把心率给拉高 而且要坚持下去 他是一个从来不运动的人 开始改变饮食 开始运动之后 他的三个月之后 他的体重降了10公斤 降了10公斤 所有的我们讲说 他那些数据改善之外 他的肾脂球过滤 刚刚之前掉63分 回到了80分 这个虽然不是很好 但是还是 你会发现跟你的那个代谢 真的是息息相关 好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讲 40岁之后 其实我已经经过这段年纪了 就会发现 你会发现 十大健康的困扰 其实当然我都有困扰过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有一些是可以控制的 像肥胖 心血管疾病 代谢变慢 糖尿病 三高 我刚讲的这些 是不是都跟代谢有关系 40岁要保护肾脏 代谢一定要年轻 那心脏科演讲就 40岁要保护心脏 代谢一定要年轻 40岁要保护你的大脑 代谢一定要年轻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代谢 那如果不管他 你会肥胖 你会有一些忧郁症 开始掉头发 性功能障碍 更年期 症候群 膝盖退化 这个就会一个一个 如雪片般的飞来 所以要控制代谢 那当然我是肾脏科医师 我们特别要强调 你讲肾脏 刚刚那个 那个上班族才45岁 为什么会有个60岁的老肾脏 这叫高肾压 我们的肾脏 肾丝球 我刚刚讲那分数几分几分 那叫肾丝球的过滤率 肾丝球 它就是一个微血管球 微血管球 所以微血管球 最怕的就是高油盐糖 最怕就是三高 我们在2022年的肾脏病的年报 就发现那些洗肾的病人 在他前一年 有八成都有高血压 那有四成都有高血糖 有三成都有高血脂 你会发现 因为血压血糖 血脂肪就直接破坏你的血管 那你的肾脏的压力就大 所以要记得要保护肾脏 就记得要控制你的代谢 而且林医生要提醒大家 生活里头当中 如果有一些不良的习惯 这个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几乎会加速的 让身体跟健康恶化 对 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 心脏及血管疾病 并不是一处可及 它可能就是日积月累 所以你要预防心脏血管疾病 比你治疗心脏血管疾病 还得更好 所以预防胜移治疗 那为什么最近 我们发现说 在临床上看到很多 心脏跟血管疾病 年轻化的趋势 其实还是跟这个三高 跟所谓的生活作息 问乱 日夜颠倒 或者是生活压力大 或者是过劳 这个情况是有关系的 那我本身有一个60岁的一个中年的 这个男性的患者 他本身有高血压跟高血脂的问题 那平常他轻微的身高 他没有在服药 那最近公司健检呢 其实他很担心 所以他来看我的门诊 那一看开他的健检报告 发现说他的第一年跟第二年的一个 所谓的健康检查的数字 红字变多了 那我仔细去看他的 这些里面的报告 发现第一个他胸部的X光 发现说他有主动脉的钙化 那通常这个在70岁以上 比较常看到 他60岁而已 那第二个是他的颈动脉 有去做检查 发现他颈动脉有蒸厚 另外他有斑块形成 两边大概有30%的狭窄 当然还没有到需要做介入的 一个治疗的一个地步 那再再的显示说 他血管一定出问题了 那另外的话 他的心脏 心脏的超音波 发现说他的左边的半膜 这个二肩半跟右边的半膜 三肩半都有轻到中度的逆流 运动性念读 发现他跑步的时候 心肌有缺氧的现象 所以当时我觉得 他可能有心脏血管疾病 所以帮他做了精细的 心脏血管的检查 发现他有轻到中度的 心脏血管的阻塞 所以我告诉他说 其实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不需要特别基于治疗 他的心脏血管的疾病 但是他已经有警讯了 将来你以后 如果你70岁 你80岁 你的心脏血管 会越来越狭窄 之后可能会有心肌梗塞的风险 所以要提醒 这些年轻人可能要注意 可能中老年的一个疾病 会提早早上你 包括糖尿病 我们在门诊 看到很多 二三十岁的糖尿病的患者 大部分的一个共同点 都是很肥胖 都是吃的胖胖的小胖子 所以如果你是过重 或是腰腹脂肪过多年轻人 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 就会大幅的提升 那第二个就是大肠癌 但是我们饮食西化 加上我们多吃红肉 或是一些饮食上的问题 导致了所谓的大肠癌提早发生 所以在年轻的大肠癌越来越多 那另外的话 因为我们常常都是滑手机 用眼过度 因为上班族都一直盯着电脑 所以肝眼症也提早找上你 那另外有一些像是做办公室的 你可能就是长期保持一个 不当的姿势 身体弯曲 肌肉比较僵硬 会产生一些颈椎的疾病 在以往这是中老年才会有的 年轻人越来越多 那刚刚特别提到 最重要就是心血管疾病 如果你生活做的不正常 那饮食不均衡 熬夜压力大 身体常常处于过劳情况下 没有适当的排解压力 注意这里身体的健康 来预防三高的话 其实心血管疾病 很容易很快就找上你 那接着下 安琪老师就要来分享一个 健康美味的好料理 所以生活当中的 这个生活习惯 饮食的这个习惯 跟内容很重要 老师要推荐大家 这个季节 这个鸡肉 来烧这个鸡球 那今天我最主要是想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白果 白果年轻人比较知道的 可能是银杏 因为我们在烧烤店上 都说烤银杏 那银杏的白果的 它本身是带壳的 是这样 对 我自己是喜欢用这种带壳的 这个有点像那个开心果 对 有点像开心果 然后就家里头如果有这种 有带弧度的剪刀 用这个剪 它其实也不是很硬 你像磕瓜子一样 把它磕开来也可以 这把壳剪开 剪开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壳剥开来 这个是生的 生的 然后你剥开来之后 它有一个红的膜 红的膜是这样 红的膜是这样 然后剥掉膜就像这样 其实花生也是 泡热水之后 那个膜就很容易泡 做菜的话呢 用这种新鲜的比较好 市面上或超市 常常看到的是真空包装的 真空包装的 它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是熟的吗 这是熟的 对 真空包装这个颜色 那很多人不喜欢吃 就觉得银杏有个苦苦的味道 或者是色色的味道 因为真空包装 或者是罐头的银杏 加工处理过 明白 所以它会有个苦味 那我们在家里头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银杏 拨完就是这样白色 白色的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碗里头 放到一个碗里头呢 加一茶匙到两茶匙的糖 好 电锅蒸10分钟 然后它吃起来就QQ的 银杏是秋天的果实 它是银杏树的果实 常常以前人家都误以为 它可以防老年痴呆 其实防老年痴呆是银杏树的叶子 不是银杏果 那银杏果呢 它就是对于这个血脂 对血压都有帮助 在中医里面 它是一个发散的一个食材 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食材 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这个花菇 那花菇的话呢 因为它比较厚 今天我们是用来快炒 快炒的话 你花菇就会不入味 那今天你看我的花菇 我先给它蒸过了 也是一样 我们泡软了之后呢 拿一点点太白粉抓一抓 把它这个去的角质 把它上面的杂质去掉了之后 我们就加水 然后加酱油 糖跟一般的油 蒸过 蒸个十几二十分钟 它就会吃起来比较滑Q 好 今天用的是这个防土鸡 那我也是给它稍微腌过 用盐 用酱油 胡椒粉 然后用一点糖跟这个太白粉 把它腌制过 好 它这样就比较入味 入味 对 我们今天用这个红阿龟来做 那通常我们是炒洋葱跟大蒜 是炒上是好朋友 两个一起炒 但是在炒这两样东西的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先炒大蒜 因为洋葱的水分比较多 你如果先放了洋葱的话 油温就降低了 那大蒜的香气就不容易炒出来 所以这两个一起炒的时候呢 建议先炒大蒜 但是大蒜因为它有一点糖化 所以它又很容易焦 所以当我们闻到了蒜的这个 生蒜的味道 转成了熟蒜的香气的时候 我们就再来放洋葱 不要太久 太久的话蒜会焦掉 好 我们蒜末跟洋葱 这个切丁切末 让它炒香 好 然后这边我们就来下我们的鸡球 好 鸡球因为有淹过 所以待会也是会比较入味 对 长期的细菌呢 其实会随着年纪而有变化 年纪越来越大了 有一些肠胃炎之后呢 我们的好菌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少 最危险就是45到59岁 三高之后就开始破坏你的器官嘛 就开始生工的退化 心脏退化 鸡肉大概淹多久入味 鸡肉的话 因为我今天切的这个块 是鸡球的块 大概要30分钟到一个钟头 OK 你如果鸡丝就比较快 15分钟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香菇倒下来 然后还有我们的白果 白果在这里就让它下 白果在 因为白果不怕煮 OK 它熟了之后 它就是这样QQ的 你煮再久它也是这样子 所以不怕煮 好 那今天我们调味的肉 就是这个蚝油 好 佐亮的蚝油 佐亮的蚝油 蚝油是本身带咸味 所以我们少许的加一点糖 好 然后再少许的加一点盐 好 好 来 少许的加一点糖 我们让一点点的蚝油 跟一点点的糖 跟一点点的盐 调味 那自己根据食材的多寡 增添 对 那卤水 因为我已经削了外皮 削了外皮之后 我给它切了斜段 不是很厚的斜段 所以我们最厚再放就可以了 好 它不需要跟这个鸡球 一起来焖煮 好 那这边我们就加一点水 来焖煮它 我们加少量的水 对 大概鸡球的大小 我们大概焖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这个稍微盖上锅盖 焖它的同时 前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老化的过程 肠道也会老化 肠道的菌相也会影响 对 最明显的就是说 我们一些好的细菌会消失 会越来越少 尤其到中年之后 我们的好菌会减少 那我来先讲一个案例 我一个病患 他大概50多岁的男性病患 他呢就是在最近 这几个月的时间 他的肚子以前出现一些问题 那我帮他做一个大肠镜检查 之后发现说 其实大肠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肠道内里面的黏液有增加 像这种黏液增加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肠子 有慢性的发炎 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肠道菌相的改变 我就说你回忆看看 是不是之前有感冒啊 或者是确诊过 他才想起来 大概在半年前之前 有一次确诊 新冠病毒 那一次是急性的呼吸道感染 那吃了很多药物 可是后来就开始有 这些肠道的症状 那我就告诉他说 这个没有错 你这个叫做急性肠胃炎之后的肠造症 你知道我们急性肠胃炎 统计起来有15%的人 后续会出现肠造症 就是他整个细菌呢都改变了 那我们肠子的细菌呢 其实会随着年纪而有变化 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开始你小的时候呢 我们细菌是每一种细菌 好菌坏菌中性菌都有 可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就是像这样子 因为有些肠胃炎之后呢 我们的好菌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少 坏菌会增加 其实很容易想象 就像说我们的花园一样 我们有一次感染就像台风 台风过后寸草不生 可是有时候出来再长呢 不见得是好的花草 而且有时候是长的是杂草 杂草一增加 然后我们肠子就开始会发炎 所以说我们常常讲一个名词 叫做肠道菌相失衡 意思就是说 我们肠子里面有一些是好菌 有的时候是一些坏菌 那当这个坏菌增加的时候 它就会造成这些症状 就譬如说它可能就会脏气啊 腹泻啊便秘啊 那因此而就会使得 我们肠道营养吸收会变差 甚至于我们肠子说 我们肠子里面有个叫血清素 在我们肠道中呢 有个叫快乐的激素 就是血清素呢 跟我们的心情情绪有关 所以有些人到了中年时候呢 开始有一些肠躁症的症状 心情也看起来比较郁足 其实大大部分都是我们肠道菌相失衡 其实这个时候很简单啦 就是你就要回复 平常比较正常的饮食习惯 或补充一些好菌 在饮食中增加一点好菌的摄取 那重新让你的好菌增加 这个状况就可以改善 好 那这个安静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机球 机球 我们怎么判断烧机球的火候 机球火候我们大概用中火 大火 中火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个是切得快不大 那我们怎么样知道它熟了没有 我们可以拿铲子这样子按一下 它如果变硬了就是熟了 那看时间的话呢 我们大概抓大概四分钟到五分钟左右 那我们这个差不多好了 我们就把这个芦笋 我们再烧过我们的芦笋 那这个因为我在腌机球的时候呢 有放一点这个太白粉 所以这个汤汁本身有点勾勾的 那我们可以补 也可以再补一点太白粉 就看你喜欢的口感 你可以补一点也可以不用 就是看你喜欢的口感 看你的汤汁剩多少 然后最后我们撒一点红色的这个红椒 这是去纸的 只是淘它的颜色而已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上桌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非常好吃 这是一道非常幸福的料理 我们讲说番茄老师的那个白果芦笋跟滑鸡球 白果就是那种软Q的那个口感 然后又咬下去有白果那个香甜味 真的很好吃 那它的芦笋是那种很甜清脆 咬下去是有清脆口感 那它是使用那个滑鸡球是鸡腿肉 非常好吃 所以这三个搭配起来真的太棒 那它加上用一些蚝油的调味 我相信那个不管大人小朋友 都会非常非常喜欢吃这道幸福的料理 那我们今天当然讲到是年纪 人都会生老病死 那世界卫生组织 就是把人的生命分成四个阶段 那一到三十五岁 想起我一到三十五岁这个前 真的是快乐的皇亲 身体又健康 然后又人又皮肤又好 什么都好 那这是器官完善 然后属于较健康的实体 到下滑起 大概三十六到四十四岁 我们发现我们的代谢开始老化了 很多一些三高就跑出来了 最危险就是四十五到五十九岁 因为三高之后就开始破坏你的器官嘛 所以开始胜功的退化 心脏退化 中风 癌症 全部大概这个年纪就跑出来了 那到六十岁以上反而 要是没有疾病的度过这个危机 反而比较健康了 所以反而又开始快乐的 这个是从那个生理部分来讲 但我们讲说幸福的年纪 我刚刚讲说什么时候 人生是最不幸福的感觉 48岁 所以为什么48岁 我刚讲说48岁不是身体已经老化了 那又处理身体的危险期 那你小孩又还没有离手 然后妈妈 爸爸都还在 你要尽孝道 所以这个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你要发现这个U型的曲线 过了48岁的时候 索性是过了之后就越来越快乐了 因为小孩已经离开家里了 去独立了 那爸爸妈妈可能也过世了 那你就会变成一个 可以享受自己的生活 那我们也退休了 所以但如果你正在 属于这四十几岁 这很辛苦的年纪 要乐观一点 把你的身体照顾好 你未来的日子是越来越幸福的 好 那这一个 卢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很多人老化的过程当中 睡眠品质变差 也是一个重要的状况 那确实还蛮多就是老人家来看中医师 因为睡眠的问题 我有个78岁的一个女性的一个病患 她其实来看诊的时候 她是主要她是说她嘴巴破 然后常常口干舌燥 她本身是只有骨质疏松 没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问题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先帮她把卖 你发现她的那个 脉上非常非常的紧绷 然后在那个新的部分 她脉上又特别的强 然后她的话 其实讲话就是讲话很快 然后很急躁 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 她其实睡眠不好 已经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因为刚刚讲说她口干舌燥 所以她在睡前 她就会喝很多的水 那喝水之后 她晚上睡觉又会起来小便 那小便的次数 一个晚上可能就是会到 两次到三次 而且她每次起来都会又再喝水 所以就会导致说 她整个晚上睡觉 就很贫尿 睡眠品质都非常的不好 那我就跟她讲说 其实她现在这个状况 在中医来讲 是属于一个叫做 心火比较旺 那所谓的心火 就是说主要的话 就是身体的阴阳不平衡 就是阴这些精华液 水分不够 所以阳就是过于抗肾了 所以她就是会导致她晚上 就是很亢奋 睡眠睡不好 然后通常都容易发生 就是在个性 比较容易紧张 或者是你常常吃一些 比较燥热 刺激性的食物 或是一些 比较压力大的人 那我们终于有讲说 心开窍于蛇 所以心火旺的人 他特别 就容易迫在舌尖的位置 或者是说舌头伸出来的话 那个尖的位置 都是红色的话 比较发红 或者有些人 他是觉得他舌尖 那感觉是有点刺刺的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 心火旺的一个表征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你的睡眠的问题 还有就是嘴巴破的问题 其实都是属于就是心火旺 所以我帮他加一些 比较降心火的 就是像是一些黄莲 莲子这样子的药 然后也跟他讲说 你可能饮食上面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要少吃燥热的一些烧烤 炸腊这一类的食物 那多吃一些 比较清凉的蔬菜 水果这一些 然后再的话睡前 也可以做一些 像是冥想 或是瑜伽这一类 比较放松 伸展的一些就是运动 那后来吃了一个礼拜 药稍微调整饮食之后 他后来再回诊的时候 他其实睡眠状况有改善 他说他大概一个小时 本来一个小时能睡 现在大概半个小时可以睡 然后再来他晚上起来的次数 大概从两三次减到一到两次 其实他就大幅度改善 他的睡眠品质 那我们中医在看睡眠问题 还是会分很多 不一样的一个阵型 通常老人家来讲 他比较特别的 就是我们讲说 你在沙发上看电视会睡着 上床又睡不着 这种 其实在重点来讲 就是一个氧气比较不足 所以他会伴随 像是头晕耳鸣 脚无力 这些退化性的一些症状 那如果是阴虚身体有热的 特别就是比较容易出现在 更年期跟更年期之后的一些女性 他可能会就是我刚刚讲的 晚上会精神很好睡不着 然后晚上一直会做梦 那这些梦大概都是以杂梦 就是白天这些事情为主 所以你会觉得隔天起来精神也很 就整个晚上好像都在忙 所以早上早上起来特别累 那如果是脾胃失核型的话 他主要的话 他是各个年龄的人都可能出现 那因为我们讲脾胃不好的话 他容易生失跟痰 所以这个特别容易出现在 就是有一些鼻子过敏的人 所以他可能就是打呼声会很大 然后晚上睡觉 因为鼻塞口就是嘴巴都打开的 所以他早上起来啊 就是口干舌燥 然后睡眠会有一些中断的情况 那如果是干预血虚的人 通常女性也比较多啦 就是一些情绪压力啊紧张啊 你就是睡前一直在思虑说 明天要做什么 后天要做什么 就是想东想西 然后再的话晚上的做的梦 特别容易是一些比较恐惧 或是一些噩梦的人 他比较是属于像干预血虚这一类的 那接着下来德泉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烧鲑鱼 野骨烧鲑鱼 野骨起司烧鲑鱼 好 这边的话我们先把这个鲑鱼 因为有的人很怕那种鱼腥味的东西 其实那种海鲜的东西 你只要稍微先把它高温煎一下 它的腥味就能够有效的降低 好 我们现在是骰子鲑鱼的大小 然后让它口感一致 稍微煎一下 不用煎很久 你只要有个高温 把它表面煎到变色就可以了 这样它的腥味就可以降低很多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爆香料也放进来 这边表面变白就可以了 变色就可以了 好 我们的蒜末 然后洋葱末 下来把它略为炒香 好 炒香了之后 它颜色都已经变白这样就可以了 是 我们就把我们的菇类也可以放下来了 好 这个是蘑菇我们把它切片 然后香菇 香菇我们把它切丁 把它 让它口感一致 对 让它稍微炒一点 这个很适合老人小孩一起吃 因为加了起司 其实它会滑顺 对 滑顺很多 好 然后我们 好 甜椒 炒香了之后我们彩椒下来 然后花椰菜也下来 好 这边我们加一点水 把它稍微煮一下 让它熟 这边水你大概只要盖到二分之一就好 然后可以先调味 我们加少许的 盐 盐 还有一点点的糖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 盖起来让它烧一下 大概烧个三分钟左右 好 我们烧它的同时 李医生要提醒大家 吃对食物 其实对于管控三高的风险很重要 对 其实三高的风险来自于 所谓前期叫代谢症候群 根据国舰署在2017年到2020年 针对国人来做 这个代谢症候群的普及率调查 发现国人大概有24.6%左右的人 有代谢症候群 其中男生占三成 只有女生占两成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代谢症候 如果有加利大作息不正常 或者是有应酬 然后饮食出现失调 而导致了所谓代谢症候群发生 进而产生所谓三高 而产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尤其年纪越来越往前的 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最近我们发现说 临床上有心血管疾病 有心肌梗塞的病人 已经提早到所谓的 四十到六十岁左右 在以往的话 大概就是六七十岁以后的 人比较多 那现在在临庆化的趋势 也会看到非常的明显 那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个四十一岁的一个 本身他比较肥胖 他有高血脂 高血压问题的一个 中年 接近中年的男性 那来的时候就是心肌梗塞 那他赶快做了紧急 心导臺之后改善 发现他的血管 其实堵塞的非常严重 其实在四十一岁的 这样的一个年纪来看 很难去发现说 他的血管 竟然是像六七十岁一样 所以提醒大家 其实要预防这心血管疾病 就要减少 发生代界症候群的机会 那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 其实如果你要预防 心血管疾病的话 要吃一些护心食物 那哪些是护心食物呢 第一个就是 就是含有金氨酸的食物 他会让那个血管扩张 帮助这个血液循环 像是有一些肉类 乳制品 或是鱼类花生 核桃坚果类的 或甚至是豆腐 紫菜 芝麻等等 都有这个富含 这个金氨酸 那另外的话也可以 多设取一些像 叶酸的这些食物 可以有效的降低 这个冠心病 跟这个中风的几率 包括一些叶菜类 像是菠菜 或是一些小白菜等等 花椰菜等等 那另外可以多 摄取一些 降血脂的食物 例如它可以 像是一些燕麦 全穀物 或是大蒜 洋葱等等 像是水果类 当然像是一些 像莓果或凤梨等等 它可以减少 心肌梗舌 跟中风的 发生 也可以预防 血栓的行程 另外可以摄取一些 富含多种 氨基酸的食物 可以帮助这个血管 更有弹性 例如你摄取一些 深海鱼 或是一些鱼类 一些优质蛋白等等 都有至于这个血管 恢复弹性 另外的话 如果你三高不控制的话 可能会增加一些 重大疾病的风险 那大家都非常清楚 就是像心脏血管 疾病 脑中风等等 像是一些微小血管 像是眼睛血管的病变 都有可能会发生 如果你有高血压的话 你可能血压上升 是10毫米恐柱 你的一个病变 心血管疾病 发生的继续大幅的提升 那另外的话 像是肾脏疾病 跟没有三高的人 来相比的话 如果你有罹患 肾脏疾病的话 你的风险包括三高 都会大幅的攀升 好 那这一个时间 我们这个德权师傅的食材 现在让他们熟了 鱼很快就熟了 然后 这边呢 最后呢 我们就加一些鲜奶 好 营养正常吸收的人 白蛋白会下降 通常是肝脏出的问题 肝脏如果有硬化现象的时候 它合成蛋白质能力会降低 是月经会有一些滴滴答答 其实都是已经荷膜下降 这样的一个表现 这个话就是要加一点 比较补肾这个部分 先来加进来 然后呢我们用太白粉水 稍微勾一个薄薄的芡汁 好 它味道比较能够附着 我们最后还要加起司片 起司片下去 它也有帮助浓郁 也会挂得出味道 而且小朋友特别会喜欢 这个加上去特别好吃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这个同样的食材 如果在我们家里面 野菇跟鲑鱼 大概就是拿去烤箱烤 烤了再把野菇放在旁边 就结束了 像这个李德权师傅 这道料理 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变化 就是它加上了起司 其实我们也很喜欢吃起司 吃起来已经非常的浓郁 然后它的口感非常的滑嫩 其实跟我们用烤的鲑鱼 是因为不一样的口感 那我觉得是非常可口 非常好吃的料理 那我们谈到说 我们的肝脏呢 可能也会随着 我们的年纪而老化 其实有很多中老年人的人呢 问我是说 譬如说他肝脏开刀 他就问我说 我肝脏是不是可以再长回来 我说你的年纪可能没办法 尤其超过五十岁以上呢 比较年轻的三四十岁的人呢 也许可以长出原来肝脏的旧成 可是上了年纪之后 就大概就没有办法 尤其到五十岁之后呢 大概只能长到原来的两成到三成左右而已 那是因为说 我们随着年纪增加呢 我们的血流会慢慢的减少 我们的肝脏的细胞也是会减少 那曾经就有个案例是这样子 我们有一个 我之前有门诊 遇到一个病患 她是个五十岁的女性病患 那长期她有脂肪肝 她有时来追踪回诊的时候 她就告诉我说 她觉得很奇怪 最近她的小腿会比较水肿 她容易水肿 然后她就不晓得为什么 那我看了一下她好像已经去看过了 看过了我们的肾脏科 那肾脏科医师告诉她 就说你的肾脏没有什么问题 你的排尿很正常 你这个水肿 会不会是肝不好 或心脏不好的问题 所以她来看我们的胃肠科 那我帮她进一步做了一个检查 我们一个检查 叫做肝纤维化扫描仪 她可以去扫描 你肝脏有没有纤维化 那我扫描出来 她真正已经有到了 严重的肝脏纤维化 她就吓到了 我就说其实你这个肝脏已经快接近肝硬化 因为我帮她在抽血 发现她白蛋白已经比正常人低 正常白蛋白是3.5以上 她大概就3.2 3.1 那她一定不是因为营养不良 我看她的体重其实是过重的 她平常饮食一定是足够的 那我们饮食足够营养正常吸收的人呢 白蛋白会下降 通常是肝脏出了问题 因为我们的肝脏如果有硬化现象的时候 它合成蛋白质能力会降低 这时候我们血液中循环的蛋白质减少的时候 我们脚就容易水肿 所以她是因为脂肪肝长期下来没有注意 然后她变成进展到肝脏纤维化 其实大概只有2成的人会这样 但是她就是刚好就很不幸的就是那2成 其实回顾她这10年来的作息习惯 她大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她喜欢晚睡 所以就比较晚睡 那因为我们睡眠时间短的人 其实比较容易肥胖 比较容易脂肪肝 我们肝功能也比较容易异常 所以因为我们肝脏呢 会随着年纪老化 而且大家老化速度不一样 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一些高科技产业 根本就是拿卖肝来换取她的心值 我们觉得说很羡慕人家 股票很好 但是市场人家是卖肝的 所以很多人 我预议到很多人 到50岁就提前退休了 因为她实在肝功能实在是不好 所以说我们跟大家讲说 当我们的肝脏老化的时候呢 我们的血流量会降低 我们的肝细胞会减少 另外我们的毒素 也会容易在我们肝脏累积 因为长期下来我们肝脏要解毒嘛 那你这半就是你 这十几二十年来吃的东西 这些毒素会造成我们肝脏的负担 尤其上了年纪之后 吃的药比较多 要吃多了 其实还是会增加肝脏的负担 所以到了中年之后呢 可能要多注重肝脏的健康 那这个罗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有一些女生在更年期前后 特别是更年期过后 都有一个很糟糕的感觉 感觉自己好像呼吸也变胖 喝水也变胖 对 确实女性在更年期的这段时间 很容易体重增加 平均大概二到四公斤 都是很常见的 那主要的话 就是我有一个女性的病患 她来看我的时候 她大概是45岁的时候 然后她是告诉我说 她就是因为以前一直长期在被孕 然后都没有成功 所以她在43岁的时候 她决定就开始要做饰管了 然后她做饰管这两年的时间 就是一直反复的使用一些 那种荷尔蒙的部分 然后她就是体重就慢慢增加 她大概168公分 她本来只有58公斤 然后她这两年做饰管下来 她已经胖到69公斤 其实很多女生在做饰管的话 其实不一定体重会增加那么多 通常就是短期 可能下腹闷 水肿 大概过一两个礼拜 荷尔蒙就是减退 就是消掉了之后 使用的荷尔蒙消退了之后 大概症状就会恢复 那有可能是因为她年纪 真的也比较大一些 她其实她这个年龄 已经快要到我们讲说 女生要进入更年期 这一段时间 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 发胖的一个年龄 所以她后来就是体重一直增加之后 她的那个就是做饰管的医生 就跟她讲说 你体重好像有点增加太多 而且她那时候去检查抽血经 有一点就是GPT过高 就是医生判定她应该是体重过重 她有点脂肪干 所以导致说她就是身体状况 没有那么好 所以医生就说那你先缓一缓 你先减一点体重之后 再继续做饰管 这样可能成功率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她才会来中医求诊 然后这时候的话 我帮她稍微看一下 她后来目前的月经还算是规律 就每个月都有来 只是说她会滴滴答答滴比较久 然后再来她比较容易像有胸闷 有一点像吸不上气 会有点喘的情况 然后再的话血压也是比较低 站起来会有点头晕 那这些症状来讲 在中医来讲 其实像是月经会有一些滴滴答答 其实都是已经荷尔蒙下降的一个表现 那这个的话就是要加一点 比较补肾气这个部分 然后再的话就是会有点头晕 她站起来会晕的状况 其实也是属于气血不足 那生理期来会滴滴答答 就是我们讲说气管不住出血 所以我后来就是帮她加了一点 比较补肾气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帮她 加一些比较补气血 跟提高新陈代谢的部分 后来她体重就真的慢慢慢慢就瘦下来 她差不多有瘦到10公斤 她后来再回去做饰管的时候 她就说她那原本每一次她做饰管的取卵 都只能取到一颗 她说她那次取到三颗 她就很开心 然后医生也跟她讲说 你的卵巢功能跟童年龄比的话 其实是有比较好一些的 所以其实就是在更年期来讲 就是你好好的调理身体 其实会让你的身体状况往上走的 这个适度的鱼油 协助心血管的保养 对于现代人来讲 确实是一个选择 对因为现代人因为工作忙碌 做习失调饮食失调 常常会有这个餐餐 都不是很正常的情况下 尤其刚刚李师傅这样分享她的经验 那其实她就发现说 那代谢症或许跑出来 进而发生这个三高的问题 那其实其实很多人 其实长期在使用这个脑粒 尤其做办公室的这些 她很缺的就是什么 很缺的就是应该要多补充一些鱼油 我们都知道鱼油 为什么要补充鱼油 那鱼油它有两种成分 最主要的成分 第一个就DHA 第二个就是EPA 那DHA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 活化神经系统 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它有修复神经系统一个元素 那最主要是年纪比较大的 它容易可能会容易健忘 脑连痴呆等等 DHA就可以改善 因为它可以提升这个脑细胞的活力 然后帮助脑内负责自己的海马 毁的一个记忆体的DHA 浓度会让这个讯息传送速度会变快 那也可以改善视力 常常有听人家讲过 吃鱼油的垢垢垢垢 就这个DHA的一个效果 那另外一个EPA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因为基本上它可以降低 血中的一个所谓的胆固醇 还有三酸甘油脂 可以达到降血液的效果 也可以减少血酸的形成 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几率 那也可以促进这个血管扩张 帮助这个血液的循环 那其实在很多上班族 其实常年就是一个所谓的 精神上的压力 生活作息失调等等 其实餐餐都不是很规律的情况下 如果你吃鱼油的话 的确可以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以所谓的 可以改善你的记忆力 可以预防失智 也可以改善你的视力 很重要 那其实在过往 有一个study 非常有我们叫Vital study 就是我们讲Vital study 那这个是针对25000多个病人 分成四组来做试验 这四组第一个就是 让一个病人 一组的病人 他吃高气量的一个Vitamin D 维生素D 第二个就是让他单吃鱼油 1gb的鱼油 每天吃1gb的鱼油 那第三个就是两个都吃 第四个 第四组就是都不吃 来看他的交叉分析的结果 竟然发现说 每天补充大概2000克的 一个所谓Vitamin D 并不能下降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跟癌症的几率 可是鱼油的这一组 我们发现说 其实你每天吃1gb的鱼油 的确可以下降心肌梗塞 发生的风险 跟他的死亡几率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 医生好朋友的分享 同时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锁定 健康好生活的粉丝团 就有机会抽奖 获得精美的礼物 同时我们今天的料理跟食谱 也会PO在年代Match台 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跟Telegram的 官方帐号首页 影片还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QR Code 欢迎大家订阅跟收看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时间 准时再见 谢谢 拜拜